島民就打獵 拿標槍在那邊射 你屁的啊 到底現在誰在那邊打獵啊 看得出來是剛獵出來的 但今天肉還在彈你知道嗎 今天吃啥啊 火烤雞啊 一般都在山上吃烤雞對不對 我們不一樣 我們來離島 海的故鄉吃烤雞 他們說這個火烤雞一定要加他們的一個 酸辣醬嗎 對 沙發地加 沙發地加 喔 味道很好 單次的話是大概80 因為它烤得很棒 我說的是不吃皮喔 只是那個肉 正常都會踩踩的 皮跟肉 喔 真的很爽耶 如果沒有餐飲的更好 這個太香了 有很多人是特地來這邊吃烤雞 我剛剛看到有一組 誰也滿烤雞 吃一吃這種的 兩個人 可是我覺得他兩個人吃一盤烤雞也是滿屌的 這個雞滿大的 下一個 烤鴨 烤鴨有兩種 應該是北平烤鴨 那種就會比較沒有到這麼酥脆感 對 它很像酥炸鴨 對 給過 給過 來 下一道 檸檬魚啊 我要吃這邊 魚腹的部分 好吃耶 而且它的肉質很好耶 真的小小球就要吃海產 可是這間 吃泡海 有名的雞 下一個 吃水蓮 水蓮肯定 就是這邊種的 就是水蓮啊 你知道水蓮在哪邊嗎 在海邊 因為叫水蓮嗎 對啊 有水的地方就有水蓮 這個水蓮很清淡 剛好 因為這邊是重口味的 來啦 吃排骨了 導演 真的超級入味 講真的 這個我比較還好 我還是喜歡他們的肌肉 這個 對我有點 太辣了 這是綠西龜汁 對 就是那個小小小的特產 欸那這杯到底叫什麼 海藻檸檬 海藻檸檬 綠西龜在哪裡 在海藻附近 好的 那海藻汁跟綠西龜汁有沒有可能是一樣的 好喝嗎 我覺得超好喝的 解辣 很爽 也很好吃喔 是入味的鮮豬肉 很厚又很大塊 因為小琉球有些地方是進不去的 裡面都是養山豬 然後他就倒閉就打獵 拿標槍那邊射 你屁股打在一起 誰在那邊打獵啊 看得出來是剛裂出來的 那個肉還在坦你知道嗎 好啦 我今天這一間吃起來也不雷 就水蓮不要清淡 我算排骨太辣 對 如果你喜歡辣跟酸 這個絕對是你最好的夥伴 我排名一下 第一名 第二名是這個檸檬魚 再來是這個 甜豬肉 再來是這個烤鴨 烤鴨在後面 是我鴨質不好 你不能這樣子鴨 又客觀的啊 所有的口味都是主觀的啊 所以啊 這間其實 如果你晚上拿會客買 我建議你就是中午來 中午來就比較沒有人 對 我聽老闆說一兩百的在外面等 我直接就是跟老闆說 幫我來我家幫我煮一桌 錢夠都可以吧 那這邊就是小琉球的火烤雞 OK 拜拜